第十四章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期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为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 恳求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宝血时长遮盖我们 也恳求赐生命的圣灵时长 照着主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 愿创造万有并且实行拯救的我们的父 你的爱也时常激励我们 求主将这样的话语交道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 更多的去体会到你话语的真实 并且从你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和智慧 更好的在地上学习顺从你的话 学习向你敬忠 愿主帮助我们 担当我们的软弱 有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仰望交托 奉好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结束了一章到十一章的这样的 辅音性的论述的内容之后呢 保罗便十二章开始到十五章 十三节里面就开始具体讲一些 具体的生活原理哈 特别是进入到十四章开始呢 十四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 他就以冗长的这样的劝勉 来鼓励弟兄姐妹要接纳 其他信徒来开始这样的一个段落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主要强调 让弟兄姊妹勿要彼此接纳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他分了大体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就是十四章的一节到十二节 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然后第二段是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然后第三段是十五章开始一节到六节 然后最后一段是七节到十三节 那一节到十二节里面 主要谈到了不要彼此论断 如果以否定的形式来说 就不要彼此论断 积极的是还是在彼此接纳 这个大的主题下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要分为 又可以分为三段 一节到三节是一段 四节到九节是一段 十节到十二节是一段 以第一段和第三段呢 谈到了几乎用同样的言语 说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坚固的人不可轻看软弱的人 反过来软弱的人不可论断坚固的人 然后中间的段落四节到九节就提出了 你们要彼此接纳或者说不可论断的 这样的命令的神学性的基础 每个基督徒都是有主的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刚强坚固的还是软弱的 他们共有一位主人 那么信徒应该向这个主负责 这是唯一的主 而非任何其他人的徒人 所以我们也不能随意去轻易论断判定其他人的仆人 因为有主的仆人 那首先我们来看 保罗说到你们要接纳 或者说你们要不要轻看 也不要论断 那在这里面接纳软弱的人 这里面说到你们要接纳彼此接纳 或者说你们坚固的人要接纳软弱的人 这里面接纳这个词有这样的意义 就是不只是正式的承认 某个人是教会的会友而已 你们要接纳坚固的人 接纳软弱的人 不只是要承认那些软弱的人 为教会正式会员的 这样的意思 更是说到这个动词 接纳这个动词更是强调 将某某人接纳 进入到人的社会 家庭朋友圈子里面 接纳他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 具有这样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暗示 暗示了罗马的基督徒 不仅要容忍宽容那些软弱之人 也要按照神百姓中典型的这种亲密的团契 去把他们视为同样的弟兄姊妹来看待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接纳 刚坚固的人要接纳软弱的人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接纳的意义 那在这里面提到了软弱的人和 刚坚固的人和软弱人的区分 什么是坚固人 什么是软弱的人 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保罗所指的这些人到底是谁 哪些人是坚固人 哪些是软弱的人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词 就是信心或者说相信 用信心和相信来区分 二姐说到有信 有人信 这是动词 相信 百物都可吃 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软弱的 把软弱的和有相信的人 信心的人做了对立 只吃蔬菜 然后五姐说 有人看这个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两种人 一种人觉得这个日子比较特殊 有的人觉得每一天都一样 然后二十一节说 有的人是吃肉 有的人喝酒 有的人可能就不吃肉也不喝酒 那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 一种人是坚固的人 一种人是软弱的人 一种人是有信心 什么都可以吃的人 一种人是相对没有信心 他们只吃蔬菜 只喝清水 他们不吃肉 他们觉得某个日子很重要 这样的人 那到底这两种人是指什么人呢 我们有必要了解 当时罗马教会信徒的大概情况 我们之前也介绍了 罗马教会里面是混合型的教法 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在一起的这样的教会 所以保罗从一章到十一章 一直在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 在福音里 犹太人有什么特殊的 有什么长处 外邦人怎么样 总是比较这两种 所以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 他们因着恪守摩西的律法 里面特别是那些关于饮食的 洁净的律 律法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借着摩西要求 什么洁净的东西不可吃 现在我们喜欢吃的什么猪肉 五花肉 包括泥秋汤 包括什么 叫鰻鱼 按旧约来说都是误会的 那种分题不倒嚼的 那种吃腐蚀动物的 那个都是被不节的 所以旧约里面 上帝借着摩西的律法 里面吩咐了很多 在吃的上 节期上 安息日 什么 这个 愉悦节 包括什么秋收节 各种节期日子 然后他们也定了 甚至祭祀 禁止喝酒等等 祭祀在供职的期间等等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因此呢 那些受犹太人文化影响的 犹太教的 改信基督教的 这些犹太基督徒的话 他们从小就根深蒂固的 被教导 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连使徒彼得 圣灵亲自指示他 他在戈尼流家 房顶祷告的时候 结果圣灵 他在意象当中 看见那个四角的布 坠下来 顶上有不结的 什么牲畜昆虫等等 圣灵对他说 拿起来吃 他就很害怕 从小不吃 不敢吃 然后神说 圣灵对他说 神所看为洁净的 不可看作误会 作为犹太人彼得 使徒彼得 他知道旧约里面 上帝的要求和教导 但是到了新约里面 圣灵教导他 那些东西不能 按照以前的观念 再看为捷径和不捷径的 来告诉他 上帝所拣选的外邦人 虽然是非犹太人 但是神分别为圣归 给自己的 给他们救赎恩典的 也不能成为 无会的 领受圣灵的 就是属神的 他就不是无会的 所以在纠正他的偏见 弃遍使徒彼得 领受圣灵 五旬节之后的彼得 他仍然根深蒂固长 包括使徒行战十五章里面 我们也看到 这个耶路撒冷第一届大会的时候 这个第一届的公教会的会议 就是在耶路撒冷举行的 那里面争论的 其实也是谈到 外邦人信耶稣之后 至少和犹太人之间 有怎么去看待 之前也有很多 责备彼得 约翰为什么到外邦人中去 然后也责备保罗 为什么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等等 他们就开会来商量这个问题 讲了很多 上帝如何接纳外邦人 外邦在各地外邦工作当中 上帝宣教的那种作为 大家一看 既然神都接纳外邦人 我们有什么要拒绝的呢 有现场的见证 然后雅各最后做总结 是吧 是的 旧约先知也提到了 外邦要归向上帝 那既然神学上和实际实证上 都证明了外邦人与我们一样 但问题怎么办 这两组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在各地可能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怎么化解两种文化的不同 不是福音的不同 福音是相同的 但是文化不同 犹太人的文化 旧约的礼仪 节气 根深蒂固 甚至这个我们说肌肉记忆 在前意识深处已经形成这种概念了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中国基督徒说 不吃血不喝酒不抽烟 我们一提到像我母亲那一代人 一看某个人一抽烟一喝酒一吃血 这就不是真基督徒 很简单的就这么想 等我们这一辈人开始渐渐学神学了 理解圣经才发现 其实那个根本不是基督教的本质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不能喝的问题 有解经的过程对不对 但是即便我们在神讯上是知道了 解经是知道了 像韩国已经受正统神学的影响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已经在这个一百多年前 宣教士跟中国的一样 都是北美什么的 一些宣教士 一些保守的宣教士来宣教 教导的就紧久 不准这样不准量 大家就一同形成一种文化 基督教的文化 就是基督徒不能喝酒 基督徒不能这么的 结果大家就默认 虽然他已经违背了福音的真理 和圣经真正教导的意思不一致 但是大家也没有人去越过这个线 至少公开的不会越过 为什么 已经形成了这种基督教的文化 所以这种文化不是福音本质 跟犹太人进入到基督教 这个信基督之后 和外邦人一样 外邦人根本就没有受 从小受这种什么律法的教导 什么隔离的问题 什么解禁不解禁解起 根本没有这种概念 他们只凭着基督的恩典 相信神的应许就进到 教会这个大家庭里了 因此他内心当中 不会有这种形成的 这种意识上的挣扎 思想上的挣扎 传统上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不一样 那这两种人在一块聚的时候 同样一块吃烤肉的话 大家就想想 如果烤牛肉烤羊肉 犹太人也很欢喜快乐的吃 对不对 要吃这个五花肉的话 犹太人就开始挣扎了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 韩国人是吃着很高兴的 猪肉无所谓吧 凡是神所赐的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咱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污秘 是吧 感谢这领受都可以吗 但是犹太人觉得 这个旧约律法哪章哪解 这个猪肉不能吃 因为猪肉是不解的动物 吃了会涉及到不解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两群人在教会里面 就产生这样的问题 犹太人可能觉得 在罗马社会里面 在市场上买来的 即便是牛羊肉 有可能也是贡国偶像的 像在罗马帝国那种先献计 然后再拿到市场卖 这种情况很多 因此在按照犹太人的那种 捷径礼仪的话 有些东西就是不捷径的 当然这是在旧约的这种背景下 但是外邦人无所谓 明白了福音 想到了这一切都无所谓的事情 他们就凭着信心吃了 结果有的人相信凡物都可吃 外邦基督徒 有的人相信只能吃蔬菜 为什么 其他的肉可能都记过偶像的 甚至有些肉是明确规定不结的 所以就形成这两种人 一块聚在一起 有的人欢喜快乐的 感恩的 喜乐的 烤着这种五花肉吃 然后吃得挺开心 犹太人心里就犯低过 这帮不结的人 不敬钱的人 神明明说了不可吃 他非得吃 心里就论断 然后外邦人觉得 这帮信心没有信心的人 在基督里一切都得自由了 都释放了 竟然这么信心小 连肉都不敢吃 神德国不在乎吃喝 在乎圣灵喜乐 和公义和平 圣灵中的喜乐嘛 然后就有信心的人 相信福音的人 然后就去看不起这些 不吃肉 畏首畏脚的犹太基督徒 犹太基督徒就觉得 我们的良心受不了 这帮人就论断他们 真不结 真不敬畏神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张力 那关键在于 相信基督的意义 同样都是相信基督的人 犹太人也相信基督 他不像犹太教那些拒绝基督 不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些进入到教会的人 是相信福音 相信基督的人 外边人当然也是 但是问题是 他们对信基督这个事实 包含着怎样的意义 理解的深度不一样 所以这些基督徒 特别是犹太基督徒 他们虽然相信基督是弥赛亚 他们可能从罪和死亡里 得到了释放 但是仍然他们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一面信基督 靠基督的恩典得救 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 另一方面他们还觉得 那个旧约里面教导的那些东西 也不能冷 也得守着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张力 耶稣直接传道的时候 犹太人的传统和 耶稣按照律法的经义来 行的一些事情之间的那种张力 犹太人就开始觉得 他不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 竟然公然藐视神的话 他所指的话 就是律法的一些字句上的 和他们传统上的解释 耶稣来是照着律法的经义来 顺从律法 但是超越了他们的理解 那使徒们也一样 初代教会 使徒经传里面 包括书信里面 处理常常是这个 犹太的传统和福音的真理之间 甚至歌力的问题等等 守节的问题等等 加拉太书 哥罗西书里面都处理这些问题 拜天使的问题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关键的就是信基督意味着什么 不仅是罪得赦免 还有就是基督就成就了 旧约律法一切的礼仪 节气 特别是礼仪的 节气 节净礼等等 节净礼就包括什么皮肤的 这个皮肤病的问题 房子干净的问题 无所谓了 那些都是象征性的 指向属灵的实体 什么罪的不同程度 麻风病啊等等 那是用到新约里看 那是就是纯粹是 一些是什么细菌性的问题 一些是生物性的 卫生性的 医学上的问题 不是灵性的问题 一个人长麻烦病了 一个人残疾了 他就在神的面前不解吗 旧约里是用这种图画 象征的方式 说到人的不完全 因着罪带来的不完全 瑕疵 不解 所以他在用那种形式 像主日学校用的那些图画 那些花环 那些画板 那些拼图 来教到我们一些 用这种用之园的道具 教到我们一些属灵的实际 但那些东西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 祭物 基督就是成为真正的祭物 基督已经解决了所有什么麻烦病 长那个发霉等等 那些象征的罪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罪和罪的影响都解决了 因此那些影子形式就不必举手了 所以基督来了就成就了赎罪和赦罪的问题 所有与最相关的 旧约当中的那些 那些这个教材 那些教育工具都可以抛弃了 为什么 实体来了嘛 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可能理解了赦罪永生饶恕 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 但是需要单单靠基督等等 或者是他们是混合的 像罗马书里面总处理的 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行律法 也不是靠割离 乃是单单靠基督 靠神的恩典 但是他们就是理解基督 可能是不够深 就忽略了他们内心当中 所在乎的那些 吃的日子喝的问题 其实在基督里已经解决了 救赎史的进程当中 早期的时候 在幼儿园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在那个迅蒙的师父 韩语说是这个出东 出小学的教师的手下来看着 来教导 等我们长成了 基督来了时候 一切都显明了 所以那个就不必要 在那个扼下束缚了 他就忽略了这个救赎进程当中 救赎史当中 基督来的那个更深层 更广的意义 所以他们虽然相信了基督 进入到教会里面 但他们良心深处还是困惑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吃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基督来不只是脱离了 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 让我们也从摩西律法的礼仪 节期里面得自由了 只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和新约里面很多都教导 包括西伯来书里面都教导了这样的内容 但是犹太人呢 因为他们的信不足 所以成为软弱的人嘛 他们不是不信耶稣 信 但是他们的信 因着缺乏整全福音的认识 所以他们在吃不吃 守日子 喝不喝的问题上 他就挣扎犹豫 却不 不自由 所以他们是软弱 不是没有信心 有 但是软弱 不像那些因着认识全辈的真理 又没有受那些传统影响的外邦基督徒 那么自由 所以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这两股人都有问题 第一种犹太人的问题是 在信心上软弱 在福音的理解上不足 所以产生了这么实践的时候 就没有自由 因此他们之所以没有自由 或者是原因 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赐下那样的自由 那样的恩典 是因为他们在信心的知识上 对福音的理解 对基督的人格和作为 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认识的不够深和广 这也就是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牧师要拼命 给大家讲什么罗马书 我自己都有些这个难 一开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罗马书是很难的 为什么 太多名人已经讲过了 罗马书难 为什么 太晦涩 就是理论性强的这种书信 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很多 跟我们生活 什么我们应用 个人的增长 没什么关系的 律法 对我们很遥远 但是这是必须要处理的 你要读懂新旧约的关系 你要必须要 至少你要明白 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 以弗所书里面 到底在谈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理论偏理论性 然后但是他是基础 十二章开始就谈到 具体的生活实践 对不对 所以保罗谈到实践的时候 是以这样的为基础 然后为什么 讲罗马书不但如此 还要讲基督教要义 基督教要义 那五百年前的书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五百年前的书 它是深入和全面解释 通过整个圣经 以及教义的历史 以及教理 从三方面 圣经 教理 历史 三个方面去诠释 我们所信的核心是什么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学习 福音是什么 第一卷讲到创造主上帝 上帝的创造 上帝认识神的知识的重要 然后认识神的那个 本性当中对神的认识 然后堕落带来什么 神的创造 然后三一上帝 护理等等 然后第二卷又开始讲到 人的堕落之后 人的那个理性的有限 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有那种一般启示的知识 但是没有办法来礼拜神 所以只能需要基督 那基督是谁 整个新旧约圣经 十戒 是吧 等等 然后基督三重直分 就讲到基督的必要性和位格 然后又讲到 这个使徒信经 他的什么降悲 受苦 顺从 埋葬 下到印尖升天 坐在父的右边 到底是什么 就讲到基督是谁 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第三卷又谈到 信心 圣灵 与基督的联合 然后诚意 然后基督的这个新生活 然后诚意 然后等等 什么十字架的路 等等 又祷告 这一切都是在谈 我们如何去分享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 那到第四卷的时候 我们现在没学 将要学的就是 那就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教会生活 什么圣职的问题 圣礼的问题 虚假圣礼 然后基督徒与这个国家 教会国家的关系 等等 这些内容 所以你发现 它就是罗马书的结构 前三卷是讲福音和福音的果效 第四卷 其实三卷里面和四卷里面就讲到 其实一部分也是谈到这个生活 还有一部分就是蒙恩的手段 如何过生活呢 教会 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这种群体里面 有圣职 圣礼来牧养我们 然后就是我们在世界当中 如何处理教会和国家 两种统治形式的关系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实际上是 超越了那种 四灵律啊 什么福音桥啊 那种简单的福音的方法 很必要 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要一生去认识 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什么 这就是我们获得自由 有力量的基础 像一根树 一棵树 深深扎根在福音的这个 吸水旁 吸取福音的养分的时候 我们才有力量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这个信嘛 这个信不是指我们的信念 是指我们的信仰 因信基督的信 对基督的认识 对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的权利什么 我拥有的属灵资源什么 我才知道我软弱的时候 为什么要祷告 去知取这个资源 然后靠着这个信去胜过世界嘛 所以弟兄姊妹 福音很重要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了这么多 就是让他们要在福音里面 在每一个领域得自由 但是在罗马教会里面 可能大部分都是外邦基督徒啊 所以他们是主流 因此呢 保罗劝勉他们 要接纳那些软弱的 在福音上认识可能不够声广的犹太人 他们虽然只吃肉 所以不要轻看他们 要接纳他们 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弟兄姐妹一样 不要把他们当成另类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谈到这个命令 那紧接着呢 保罗又谈到接纳的原因 为什么要接纳呢 从四节到九节说到 这里面提到两个 这个你是谁 这个你 第二人称单数 然后软弱的人 也是第三人称单数 就是以这样的单数 来代表不同的这个群体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的仆人吗 这里面说别人的仆人 他的主人 这里面就是讲 后面说主已经为他死 为他活了 也就是说你和我 都处在一个同样的光景当中 都是有同有一位主 因此呢 一方面我们要向着那个主负责任 所以这里面说你们要为主而活 为主而守 为主而吃 保罗为什么没定他们罪 虽然保罗称他们为软弱的人 为什么他们对福音理解不够深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他们的心是没有错的 因为他们对神的知识不够全 但是他们是敬畏神 因这敬畏神 爱神 所以他们不敢吃 明白啥意思吧 他们不是说藐视神 放纵 他们是真的处于单纯的 为着神而不吃 所以那些为着神而吃的人 不要判断那些为着神而不吃的人 这两种人都是信的人 但是在同样具体的事情上 有些人拥有更多的知识 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有些人呢 他们也同样的信心 但是拥有的这个知识上少一点 所以他不知道有那么大自由 所以就形式上受很多的局限 所以在这里面 犹太人他是为着主不吃 因为他知道律法的交道 同样是信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跟他们说到 你们两种人都是有主人 你们向着你们自己的主负责 然后同时呢 你也不要批判别人的仆人 因为你所批判这些犹太人 他们的主已经接纳了他 他们的主会判断 所以我们不要判断 不要跃权 不要代替他的主 去判断定义他们 为什么呢 这里面用词嘛 那些就轻看那些吃的人 或者说轻看 然后让他要接纳 其实说明他们就有一些 教会里面形成两伙人 两个群体 犹太基督徒一群 胆胆去去的不敢吃 恐惧战惊的心里 只嘀咕这些放肆的外邦基督徒 竟然如此不敬钱 竟然吃肉还吃得那么良心 这么坦然 良心麻木到很严重 那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 觉得这些犹太人没有信心 福音不是已经说了一切的自由吗 基督律一群废弃了旧约律法 为什么这么不自由呢 他们就一方面轻看 只吃蔬菜不吃肉的犹太基督徒 另一方面其实也在排斥 不然保罗也不至于说接纳 接纳 同样一位主 同样向着一位主负责 所以不要判断 提到了两方面 双向的 刚兼顾的人 外邦的吃的人 有信心的人 不要轻看 或者排斥那些不吃的人 反过来 这些不吃的人 你也不要心里去 得过论断 这些吃的人 两种都不对 当然保罗这里面实际上说 一方面谈到要接纳这些人 另一方面保罗也是期盼 他们认识福音里面 全辈的真理 以至于也能够同样想到自由 但是在他们认识真理之前 这两伙人别互相侵看定罪论断 保持和睦 但是他希望犹太的基督徒 也是认识福音 从而获得自由 所以在这里面 那这里面从二节说到 就提到了 不只是提到了他们的动机 为主而活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都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是为主守 吃的人是为主吃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 也感谢神 这里面又引出了守日子 我就不细讲了 什么安息日的问题 什么约节的日子问题 犹太教里面一些日子 等等特殊的日子 那新约是有主日 那在这里面谈到了 无论守的人还是吃的人 都是为主的缘故 所以他们守他们吃 关键是在于他们对福音的理解 所以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 都是向着主 因此从这个角度 就不要随便去批判定罪于他 在基督教历史当中 也有很多出于好的动机出发的异端 我就不具体讲了 要讲的话就可能很多了 所以大家在批判异端的错误的时候 要肯定的是什么 和否定的是什么 他错误的主张 哪部分错了 我们要拒绝 这个方面 违背正统和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拒绝 但是他这么主张的初衷的出发点 好的动机目的 比如说可能传统当中 有些忽视的真理 他过度的强调 结果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我们要认可 肯定他的积极的方面 所以异端的好处和坏处 要区分开来 我要这样讲的话 可能很多国内的肢体 又开始骂了 这个人这个黑白部分 立场不分明 骑墙派等等 没有办法 听懂的能听懂 听不懂的就认他去 他怎么论到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果有一天 能够听懂我说的什么 你就比现在的程度 要成熟的更多 中国基督徒 是受到那种革命精神的影响 党派之争 所有跟我不同的派 他主张的一切都是坏的 异端里面就没有一样是圣洁的 异端里面有什么好的 正统里面坏的也不准说 异端里好的也不让提 所以只要是支持某党的都是这个坏蛋 只要支持什么特朗普的都是正统的 支持拜登的都是这个自由派 都是没有良心没道德的 就简单的把问题二元化 我们一组的 我们一派的 好也是好 坏也是好 我们对立所谓的某一个方面 跟我们持对立立场的 他们的坏就是坏 好也是坏 这种看待事情的方法 绝对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观念 好就好 对就对 就事论事 每一件事情要分清楚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些守日子吃不吃的人 他们是因着纯洁的良心 虽然他们的良心的知识上不足 但是他们是出于爱神的缘故 因着神的缘故 为着神不吃 为着神守日子 所以在这里面 七节八节九节 保罗就提到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或活或死 我们都是主的人 这个不只是从创造原理 包括救赎的原理 都是如此 外有都是出于上帝 一切也应该以上帝为中心 以上帝为终极目的 凡存在越接近那个至高神的 他就越尊贵 越荣耀 越实现他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凡存在越远离上帝的 和上帝没有关系的 他就越 由于虚空和黑暗 哲学家们他们都这么讲 神学也是这样 从圣经里面 凡是亲近神 敬畏神 他的人生与神的旨意 礼拜神越密切的 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他的存在和价值就越高 所谓我们享受永生和上帝 诸波的赏赐 远离神呢 就和那个活水的泉源 生命的根源 价值的根源疏远了嘛 疏离了嘛 所以他就不就使我们开始 用哲学的概念就是非存在化 当一个人他远离真正的存在的上帝的话 他这个存在被造的这个存在就越来越趋于非存在 价值意义都丧失了 因为不可能我们自己让自己存在 然后我们自己让自己有价值有意义 所以在这里面从创造也好 从救赎也好 救赎是为了恢复创造的目的吗 我们都应该 我们不属于自己 我们是神所造的 在基督里我们又是新造的 用基督保余所买来的 所以要不要做人的奴隶 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身上掌权 所以你们要让基督做你们的王 被施加跟随主 让谁从圣灵不谁从肉体等等 原因就是我们都属于主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因着信基督都是属主的人 因此这个信心软弱的人 为着侍奉主的缘故 他们不吃守日不喝 那那些为着主的缘故 感谢的领受喝的吃的人 不守日子的人 他们也是在福音里面得自由的人 这两伙人原来都一样 差异是什么 在知识上的权备的问题上 对福音的理解上不安全 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劝他们 你们不要彼此轻看 不要彼此论断 要彼此合一 因为大家都是一位主 而且将来主会根据他的一些原理 去判断吃的和不吃的 所以不要去思议去下定论评判 好了 弟兄姊妹 那这里面提到了吃的问题 喝的问题 日子的问题 那提到这个问题 当时的处境和我们今天有些类似 也有不同 大家听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补充这样 因为很多基督徒误用这个 我是主的仆人 你就不能随便判断我 注意说这个话是保罗劝别人 保罗没有说有主在判断我 所以你们我就犯罪了 你也不能随便批判我 有主判断我 为自己的软弱 为自己的过犯辩护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是指证他们 让他们两种软弱 坚固的人软弱是他们太轻看 那些软弱的人 软弱的人的软弱 是因为他们批评论断 那些吃的人 当兼顾的人 所以这两种人都有可责之处 保罗是让他们彼此和睦 在共同的基础和福音的真理 寻求何意 所以提到了不要判断 我们都有主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的在华人圈里面 基督教会里面有这种 这种说法 就是哎呀 你看你评价什么 都有主在呢 就像我 我在有时候在网上 有时候经常 针对中国教会发表一些 有主管着中国教会 他就错误应用这句话 那样的话 传道人就不需要存在 先知也不需要存在 反正主都不掌管宇宙 基督也不需要上十字架 主自己看着办 因为全宇宙都是他的 谁能打败主呢 金正恩再牛叉 他能活二百年吗 早晚的死 早晚的见上帝 早晚被上帝审判 恶人最重要审判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就躺平吗 没有 上帝仍然设立一些国家 制度 法 执法机构 上帝仍然设立教会 家庭 秩序 学校 然后让这种罪恶的世界 尽可能呢 至少不至于太败坏 像教会呢 上帝是希望透过教会 更好的去恢复 对不对 所以上帝也设立各种职份 去牧养他的百姓 管理他的百姓 那传道人如果是不指责的话 不警戒的话 不劝勉的话 反正有主在呢 我也不传福音 反正有主在呢 如所拣选的人都必得救 就忘记了主吩咐我们去传道 我也没办法 那做传道人 更没有办法去判断人 传道人必须有两种眼睛 用一句话是用一种眼睛 一种眼睛是详细了解你群阳的光景 包括一般生活和属灵生活 了解就包括有长处有短处 一了解全面的话 这个信徒最近信心怎么样 过得很好 很追求 即便在软弱当中 也是竭力的内心深处去 寻求主 渴望主 依靠主 很好 那还有一些呢 哇这个肢体呢 最近这个远离上帝 心思意念完全是 在这个自己的私欲 罪恶远离神 不敬畏神 对信仰没关系 那传道人一定要知道嘛 要想知道全面的话 好的坏的都得看 对不对 对好的就鼓励嘛 软弱的就用福音的应许服处嘛 扶持软弱的 那那些需要责备的 当然要责备了 那传道人如果说 你不要论断 反正下面信徒都有主在呢 那传道人就下岗 赶紧滚蛋就得了 对不对 没有用 说也不能说 责备也不能责备 所以这个经文 它有它应用的限制 弟兄姐妹之间 不要彼此批判 下定论 是不是 它不同于 我们一般当中的 所谓的教导 不然的话 使徒保罗 他自己就和自己的教导 就冲突了 是不是 传道人的角色就是这样 他本身就站着 瞪着眼睛 就在盯着信徒的生活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哪里需要辅助 祷告 喂草 喂水 喂奶 有的地方需要鞭子 等等 传道人这种角色 本身就是讨人厌的角色 有招人喜爱的部分 也有招人讨厌的部分 特别是现代人 越来越现代人 大家都是喜欢自己 这个舒适适适的过生活 谁愿意干预到别人过多的 我们父母过多干预我们 我们的配偶 男女朋友 过多的介入 我们觉得这个你越界了吧 太没有我私人空间 这种本性我们都能理解 对不对 那牧师呢 传道人 他不可能放任信徒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你每个主日都来就行 然后你信好信赖 你生活怎么样 好友坏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你的灵性光景 不会那样的 传道人要了解很多东西 这些了解 不是出于那种卑鄙的心理 去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 是出于牧羊的角度 要去留意群羊的光景 所以有的时候 不得不要讲严厉的话 去责备 有的时候是讲鼓励的话 圣经里面有鼓励和责备 辅助这样的 各方面的草 各方面的梁都有 对不对 有的时候像奶一样 有的时候像水一样 有的时候像火一样 有的时候像鞭子 有的时候像杖 有的时候像怀抱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当我们提到 不要彼此论断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区分 不然的话应用错了的话 就又搞错了 因此我们要留意一个事情 就是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姊们 在吃喝日子的事情上 有这样的软弱 保罗提醒他们 要为主而活 从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点 即便这里面所谓的软弱 其实用今天的我们现代教会来看 也算刚强的 为什么 他心里面还保持着对神的敬爱 为着主的缘故不做 只不过是他 他在福音的真理认识上不全面 但是他心里还是爱神 愿意为神做 就连这种状态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越来越少了 很多的时候 一般的是信仰无所谓 根本不在我的意念当中 用圣经的话就忘记神 不是纪念神 就所有的判断想法的时候 从来不会以神为参考 以福音为参考 我决定的时候就这么决定了 我也不会觉得什么 神喜不喜悦 神喜不喜欢 所有做的只是为了我自己 所有的人生都是我自己做主 比起这种所谓的双引号的基督徒 犹太的这种软弱的基督徒 也是刚强的了 为什么 他心里面 他知道不为自己活 是为主而活 虽然他为主而活的这个原理 可能不是权备的片面的 但是他也是为着主不吃 为着主守日 用现在的看是律法主义 教条主义 但是他仍然是出于对主的敬畏和爱 去守的 所以他和我们今天基督徒说 不要彼此论断都有主在 你仔细听这样的人讲话的时候 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 是不负责任的 别说了别说了 有主在呢 然后他也不为他祷告 也不责备他 也不劝勉他 也不管他 好像很温柔 好像很恩慈 好像很包容 其实跟圣经的真理是不一致 我在网上基础很多肢体的时候 他们就反映一些各个教会的情况 当然每个教会都有这种奇怪的现象 主任牧师和父师 父牧师之间爱恨这种 暧昧的关系 我跟大家讲 大家别软弱 让你们知道一些是真实的 一方面 父牧师可能会某种程度 看不惯主任牧师的做法 另一方面还得拥护着主任牧师 这种两种复杂的情感在一起 教会的牧者也一样 和信徒 一方面彼此相爱 又有很奇怪的紧张的关系 然后对别人又谈自己教会 牧师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又不肯离开那个教会 所以一方面他会喜欢自己教会的牧师 另一方面他又会某一方面去讨厌 会喜欢批判自己教会的牧师 这种奇怪的现象 连我们说的 美国的一些大牧师 有名的世界级的牧师 我们觉得在他们教会礼拜的话 那个信徒得多么有福 即便那样的教会 他们信徒也有在评价自己牧师的 不满意的 奇怪他就不离开 然后他喜欢评价 所以在网上有的时候 接触其他教会弟兄姊妹 他们有时候会批评他们牧者 一方面我知道 他批评哪方面是事实 哪一方面是出于那种奇怪的情感 要分 不然的话你就被他们无意的善意的骗了 所以现在大部分很多传道人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就是适应文化 一般不太像我这种情况 可能直白的 赤裸裸的 硬邦邦的 直接对一些我们教会的问题 大部分是迂回的 委婉的 温柔的 有的时候你听 你不仔细听都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不会那么赤裸裸把问题讲 还有一些呢 就是有点那个 所谓的POA型的 那种 在中国教会里面两种类型都有 所谓属灵的暴力 新发明的词 近几十年 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 所以自己也活在这种紧张当中 不断的自己调整 是不是有的时候过于严苛等等 少了恩慈 那总之呢 在这里面说到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 这个应用的场景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信仰认真的人 唯一是他们在应用的时候 因着真理的认识上的不足 出入有差异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形成批判 如果和我们现在的光景 教会光景呢 可能有些不同 所以当我们说 不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是如何引用这段经文 这个要注意哈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传道人是天天论断信徒的 为什么 讲道的时候就准备了 那个不同的这个药 有的是糖 请问喂点鼓励大家 因为大家都软弱嘛 有的人需要鼓励 有的人需要炮弹去唬炸 让他的那个刚硬的心碎 所以传道人就变成人民的公敌了 是不是 传道人就天天这个在祷告当中 论断信徒 主啊 联明某某人 那就变成论断了嘛 这个就不是那种论断的概念啊 不然的话 传道人没有办法做传道人 同工没有办法做同工了 连责备人都没有办法做了 因为一责备 他有主在呢 还轮得着你教育嘛 这个就等于用这一节经文 废去了其他众多的经文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包括这个处境的话 我发现这个意思就是 当我们在同样信仰的群体里面 在认识信心的程度上 这个比起程度的认知上出入的时候 有一些人出于爱神 他照着他这个程度的真理 去表达对神的信仰 而另一些人 从更丰满更整权的角度 去表达信仰 这两种人同样都是为了神而活 但是问题是保罗是想 我们在真理上更加认识的权备 按照整权的真理 去获得更丰富的自由 在神的面前里面寻求何以 所以无论是在罗马教会的 犹太人基督徒 还是外邦基督徒 都是努力向着主而活 不为自己而活 所以也不要彼此去定罪 轻看论断 然后共同的回到 像一章到十一章里面讲的 已经在基督里脱离了 律法的束缚和捆绑的 那样的自由的理念 去表达我们的信仰 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 还有这里面吃的问题 我简单提的吃的问题 已经这个我刚才提到了什么喝酒 我不是鼓励酗酒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这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在基督里自由凡事都可行 那你说凡事都可行 我可以抢劫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凡事都可行 我可以奸淫吗 什么杀人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凡事都可行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自由了 前面有什么吃偶像的物 什么吃喝的问题 所以后面凡事是指前面那些事情 已经不被这些束缚了 你可以随意吃了 但是你要为主吃 有的时候可能考虑到别人的缘故 我就不吃 就我自由 我可以吃 也可以不吃 这是后面要讲的 就爱心的原理 为了别人我不吃 恐怕别人这个心里软弱 然后日子的问题 这里面的日子不是指主日 那至于主日是不是旧约的安息日 这个演变 我们主日牧师那个圣守主日 那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大家可以看 从这个改革宗 清教徒的传统 解经等等神学立场来看 这个反思清教徒 主日圣守这概念 这个清教徒 当然也是分析了什么 这个加尔文的 清教徒的 也评价了这个清教徒 可能有时候过度严苛 在不至于律法主义和放纵 无教会主义之间 寻求恰当的平衡的应用 那本书是写的比较均衡的 已经翻译了 大家可以看 需要的可以给你们 有那个小册子 已经翻译完了 那什么意思呢 那今天为主守主日 这个不是旧约安息日那个概念 不守安息日拿石头打死 当然这个安息日象征着恩约的一个记号 一个人不顺从 不守安息日 就相当于对神的不信 不忠 所以这个性质就严重 那当然我们是在福音里面 守主日是 主日可能是更多是强调复活日 圣灵降临日 纪念基督复活 包括是在自由里面为主而守 又考虑到像加尔文所讲到的 主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一周当中的一天 教会定出来公礼拜的时间 虽然我们不是律法那种守 但是要知道 一方面是敬畏神的 另一方面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看这日子为圣 虽然每一天都是圣 加尔文牧师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以前解释过 我们软弱的缘故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像主日那样 圣洁的去守 还有工作嘛 但是在工作当中 我们需要一个身体休息 精神也休息 时间空间上把我们到空停下来 去专注于思想信仰 这样的话 疲惫的身体也休息一下 疲惫的精神也缓舒缓下 软弱的心灵来礼拜神 默想神的时候 重新得到力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好去生活 人才能够更健康 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现代的人越来越这种高压 是吧 像驴子一样 只要你想生存 没有办法被这种高速的流水线的生活 城市的生活 现代生活 搞得已经被甩的精神上 肉体上都抽空了 对不对 所以主日就更重要 如何献上高品质的主日 为主守 也为我自己 为了我自己一主 为了主的缘故 所以大家要恢复 这个主日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要讲就题目更多了 然后喝酒的问题也一样 跟刚才吃的也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千万不要读了这点经文 既然这个 守日子 喂主守 不吃 喂主不吃 好像这个日子 守也可以 不守可以 这个日子是指旧约里面 要求那个节气 安息日 那个日子跟今天我们礼拜三五日礼拜 这个不一样 所以那你说我为了主 我就不不守主日 为了主我就周三周五不参加 反正我为主而活 那这个我们为主而活就概念太空了 没有具体的 神话语作为原则的 是吧 那个不可停止聚会的那个劝勉 就等于废去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现代基督徒 据我观察是 他们说我为主而活 但是这个心是有 但是如何为主而活 因着对福音真理认识的不够全面 所以实际上为主而活 很多的时候都是 随着自己的想法而活 我认为这样是基督徒的美德 我认为这样是诸所喜悦的 结果都是主观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认识整权的真理很重要 认识权备的真理 传统当中的有些是过于律法主义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还有一些是过于自由主义 简单的告白 相信了一切都得自由了 然后自己就没有用更新的 按照真理思考的那个意念 去过信仰生活 结果就陷入到主观主义里面 所以你传道人讲的太严了 他就受不了 好像他所接受的基督教和传道人讲的基督教 就不是一回事一样 然后结果就活在自己喜乐乐的 很满意的生活 其实完全不符合圣经的那种信仰生活里面 然后他自己还觉得我是很虔诚的 我平时也读圣经 我自己在家也祷告 我偶尔还经常唱赞美 然后你看他的实际判断形式 根本跟圣经的教导无关的 他主观很喜乐 很满足 享受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的活的所有的原理 跟圣经是远离的 我们的前程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 作为道路和光标准去衡量 不然的话 那个都是一厢情愿的 我自己认为的 我信仰好 我每一天坚持祷告 我每一天坚持灵修 每一天坚持 结果都活在主观的感觉里面 他以为那个感觉是圣灵引导 没有真理的圣灵的引导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人 越研究圣经 信徒我们教会和圣经的距离 越来越远 所以有时候就反映出 传道人像精神病一样 扯着嗓子喊 回来吧 回来吧 回到这个福音里面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我这么热心不信仰生活 这么爱主 怎么还责备我们 我主观认为我的信仰 和圣经要求我们的信仰 是两回事 传统教会教导我们 没有太多具体的 判明我们信仰深层的那些标准 结果我们就陷入到 一些主观的信仰里面 我感觉平安和喜乐 就是一切万事大吉了 结果传道人讲的话都废话 他觉得传道人有病 然后就传道人喊 信徒然后平行几路 这两种之间平行 所以 为主而活很重要 但是如何为主而活 一定要圣经的真理作为标准 我检验我所谓信仰好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你不能说有爱心就称过一切 而你那个爱 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即便别人感觉到你很温暖 你是好人 对我很关怀 但是 如果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种爱 我感觉是爱 但是他仍然不一定是神的爱 不然的话很多尼古那些和尚 那些天主教徒 当然天主教徒也是在基督教这个大概念里面 回教徒 有很多都表现出很多爱的 那你能说他那个爱是来自神的爱吗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个经文应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能脱离这种限定 然后去应用 所以总体来讲 就是我们同一位主 同信一位福音 他意识对福音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同 所以不能只是停留在 现阶段的这个小的范围的 对福音的简单的理解 然后其实我们具体里面查验和为神善良 纯全可学的旨意 这个很多具体的东西也要查考 这样的话 我们为主而活的心和为主而活的这个上帝的原理 结合的时候 我们才能产生自我反省 我最近怎么样了 不断地以神的话做标准来反省我自己 这样的话 我发现我自己偏离了 圣灵光照我才能回归 对不对 主观的为主而活 和客观的真理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远离真理的时候 我们寻求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个外邦人和犹太基督徒之间 保罗说要保持和睦 大家都是信耶稣的 要彼此接纳 不要彼此论断或者轻看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内容 关于具体的吃和手的问题 其实一方面提到了不要判断 另一方面保罗实际生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整全的福音 脱离旧约礼仪的归宿 约束束缚 同时在基督里面 按照新约的教导 应该为主而活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同生合一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好的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成长 作为牧师 我也愿意将全辈的真理教导全辈 然后我也鼓励弟兄姐妹 努力地抓住任何学习真理的机会 让我们更好的明白神的真理 信心增长的同时 让我们也经历到在他恩典里面的自由 不被那些不是束缚的束缚而束缚 也不至于那个过于不是自由的那种放纵 求主让我们真正每一个人心里面 真的为主而活 当我们发现神的要求和我的道路之间的差异 和自己心里面软弱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也能够迫切祷告 主啊 帮助我 给我力量 在这个充满挣扎试探艰难的处境当中 如何在这个时代让我成为一个忠心侍奉主 持守真理 顺从真理 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实践做主门徒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同心和谜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